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强师傅最擅长南北面点小吃的制作 今天他将带来层层酥香的鸡蛋灌饼 这个面食一般来说大家不敢碰 但是面食又是我们平时的主食 是不是 咱们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要主料 面粉 面粉 生菜 生菜 鸡蛋 鸡蛋 酱 这个酱是海鲜酱跟蒜蓉辣酱 味精 您倒是得隆重介绍也讲 有点祖传秘方的感觉 第一步怎么做 第一步当然和面了 和面 鸡蛋灌饼和面很讲究 我先给您加点水 我们现在加的是凉水 这邻居张阿姨跟我说 说外部的鸡蛋灌饼 它不好学 我今天特意的给大家介绍一种特别异于做的鸡蛋灌饼 我是到吗 到 不瞒您说那天我试了一下 不行改煎饼 灌饼整个灌饼 你当然好好教教我 再来 这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灌饼是从哪来的 喜欢吃鸡蛋 早餐必须得吃鸡蛋 有时候跟饼隔一块 这俩麻烦 要一块做 皮面咱们做好了 做好了 让它醒醒 醒一醒 做面饼一定要让它醒面 盖上贴剥 咱们下面做这个吸油酥 再来一点 行了 好 这个油酥 我原来听人说过 说这个主要是增加它这个层次的 对 这个主要是让它起层 稍微点一点盐 入点底味 入点底味 这个早餐 稍微让它有点咸味 好 一天都精神 王强师傅说 制作鸡蛋灌饼有三个关键点 这第一个就是和面 在冷水面团中加入四分之一的烫面 和二为一 这样做出的饼既绵软又不是韧性 给它 给它和均匀 四分之一的烫面加进去 啊 借着这个劲儿 把时间给它弄开 啊 这两种面就混在一起了 哦 嘿 麻里 你看这一切 再一句 啊 这也讲究是吧 对 让它均匀 好 只有饼分出鲜明的层次 这鸡蛋才能灌得进去 所以制饼的手法就是第二个关键点 大家可要看仔细了 给它稍微摁扁一点 嗯 然后这个吸油素素出厂了 对 抹上一点 哦 抹在上面 抹均匀 哦 抹黄油似的 对 然后呢 包个包子吧 包个包子 哦 嗯 包点空气啊 一定 要给它按盐 按盐 别让它漏气 哎 先搁这儿醒着 制作鸡蛋灌饼的第三个关键点是 饼坯做好了 一定要醒一会儿 王强师傅有个小窍门 饼坯最好一次做四五个 最后一个饼坯做好了 第一个饼坯醒的时间刚刚好 可以下锅了 小 呃 小火 小火啊 这锅要热一点 对 烙饼就是锅要热 啊 但是您温度合适 也得收火 是吧 对 也不能一热到底 哦 你擀的时候啊 不要给它冲出去 哦 因为它这里边有空气 多少有点空气 已经能看出气泡了 对 不要给它弄破 对 悠着啊 对 悠着 让这个油酥埋伏在里边 对 哦 这么薄啊 稍微搁一点油 搁点油 嗯 锅里搁油 好 没事 倒多少您看啊 可以 把这鸡蛋打一打 打散 打散 温度几成热 五六成 有什么窍门吗 能观察到五六成的感觉 就是稍微有点虚手啊 就可以了 走 好 马上这泡就越来越大 一受热 底下稍微薄 咱们得翻个儿 对 你给它翻过来 哦 咱们这什么时候 除眼 除 除眼 除了 哦 这时候再灌 这时候小火 小火 哦 顺势把它给翻过来 哦 就封住了 表面这个鸡蛋一凝固 它就封住了 你看这个颜色已经发生变化了 对 有点这个半透明的这种金黄色 这太有趣了 好 关火 太好了 哇 太棒了 秘制酱登场 蒜蓉酱和海鲜酱 有点稠 咱们家里边可以搁水也可以搁油 但是搁水呢容易把这个饼给阴了 破坏 搁点酥辣油 搁点酥辣油 搁一点味精 搁一点味精 第一天 好 空分的给它融合 你吃不远 他们买的酱 太棒 嗯 回下去得试试 光板抹太多 会咸的 好 生菜 生菜铺上 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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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您品尝不品尝 我 我替您尝尝 您觉得怎么样 嗯 非常谢谢 我跟你说 这种味道和煎饼完全不一样 它是很有层次的 真正的外酥里面真的非常好 做了一个酱的时候 可以依自己的口味 嗯 非常简便一学 对啊 鸡蛋灌饼的制作方法是 面粉用凉水和好后 加入四分之一的烫面揉匀制成饼 抹一层西油酥厚制成饼梯 擀成饼 六成油温下锅 待饼鼓起时灌入鸡蛋烙熟 海鲜酱和蒜蓉辣酱的比例是2比1 调匀抹在饼上再搭配生菜就可以了 我们的这个介绍的窍门一步一步做就行了 明天早上老时间老朋友老地方不见 不再 再见 春天的食令蔬菜怎么做出味道鲜美的馅料呢 做馅都有哪些窍门呢 茄子做馅有什么新颖的方法呢 蒸包子遇到的难题应该怎样处理呢 明天侯军走入北京圆恩寺社区 解答大家这些问题 并且带来两种创新吃法的双味包子